林心如资助非洲女童热争议,国内的孩子们你帮完了吗? 在林心如刚出道的时候,还是非常受观众朋友们喜欢的一位艺人。 不过自从她结婚之后各种黑她的新闻是接连不断,以至于她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会被网友们所不看好。 而这种情况甚至对她的事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她拍摄的许多影视剧作品,最后都因为她的原因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说一般收视率都是非常低的,时间一长,人们对她的演技就产生了疑问。 而就在前不久的时候,林心如的又一举动让无数人对她非常的不满,那就是她耗14天远赴非洲去看望自己曾经资助过的非洲籍女孩儿。 她所资助的这个女孩儿现在只有15岁,但是这个年龄却承担着整个家庭的一切事物,这种情况让林心如看起来是非常的感到心痛的。 所以说这最近几年以来一直都在资助这个小女孩儿和她的家庭,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林心如是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照顾小女孩儿的。 而这个地区的电话以及网络等通讯设施都不太晚辈,两个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相见了,所以她干脆就直接亲自跑过来看望她。 其实做慈善这种事情,无论在谁看来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过林心如的这个举动却让国内很多的网友非常的不满意,一部分网友表示,难道是国内容不下你吗?为什么帮助人还帮到国外去来?国内的贫困学生你帮助完了吗? 其实就小编看来,网友们说出这样的话就有点太过分了。 因为对贫穷的人进行资助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哪里,都是一个慈善事业,都是值得赞扬的。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同样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而资助者对自己的财产也有自由分配的权利,其实网友们不应该对其进行道德绑架,自己的钱捐助到哪里是自己的自由,不需要别人的干涉,别人也无权进行干涉。 爱是不分地独的,虽然说非洲离我们国家相距甚远,但是那边的孩子还是非常的纯真可爱的。 他们也有梦想,他们也希望拥有一个好的生活,他们也非常值得人们去关爱。 你如果你没有能力去资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请你就不要对帮助他的人说三到四,最起码别人已经行动了,而你却还在观望。 那么网友们对于林心如出国看望自己资助的女童这件事情有什么自己不同的看法吗?